宜兰县代理县长陈金德表示将针对工业用水克征水资源特别税记者在永华摄影分享 宜兰县政府计划开征工业用水特别税用水量排行前10名业者不发股票上市公司 由于前县长林聪贤任内也曾讨论此事业者多有心理准备 金车公司表示如果确定实施会配合县府规定办理 基于水资源珍规于使用者付费原则 宜兰县政府计划克水资源特别税液喊了很多年 英林聪前任内曾讨论 加上水利书也研议要征收耗水费 业者已有备克地方税或征收归费的心理准备 宜兰县政府统计县内工业用水大户 前10名一序为东 早年金车公司在原山乡申请四张水权 拥有四口水井可抽取地下水 成了国内名列前茅的银水产制公司 过不久县府就公告地下水管制区 把原山乡也纳入管制 任何人都不得再申请水权 在县议会多次遭受批评 前建议员杨正成建议县府克征水资源税 以县府若依县型草案开征工业用水资源税 预估金车宜兰分公司会被克647万元 金车公关人员表示 厂内已有设计水资源回收再利用设施 将生产使用而可回收的水作为冷却水塔 厕所冲洗消防水池补充等 未来会持续配合政府政策 珍惜水资源避免浪费